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关于亲情的电影《女儿》 关于母女之间的亲情,大多都在歌颂伟大的母爱 当我们做父母时,很自然地像自己的父母那般 给孩子最好的爱,捧在手心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可是我们却忘了自己作为孩子时的真正需求 女主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挣不了多少钱 母亲是全职太太,家里的经济条件甚至有些拮据 所以她希望女主能够努力学习,能够有教养 以后能挣很多的钱,能找一个好的老公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这一切都只是母亲的一厢情愿 吃了同学妈妈做的食物,在家吃不下妈妈做的饭 迎来的是母亲的失望,打骂,左手吃饭也会被打骂 胃不舒服吃不下也会被打骂 若只是打骂,或许也只是孩子觉得母亲严苛而已 可是看到母亲突然翻脸的样子,是母亲将碗摔破在地上的声音 她还只是个孩子啊,她什么也不懂 母亲在孩子面前的一切行为就像老师一样 叫她认识这个世界,当她还小的时候并不懂什么是不快乐 并不知道正常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她会害怕,也会接受 孩子渐渐长大,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审美 见识的也更多了,心思也更多了 而这一切母亲永远都看不见 她永远沉浸在自己对孩子的爱中 已经上了初中的女主 在下雨天,仍然必须给书包和脚上包着蓝色的塑料袋 每一步都会发出塑料袋沙沙沙的声音 女主在路上伤心的哭泣,却不能拒绝 因为妈妈不喜欢,她会生气 女主为了换一个漂亮的书包,放学后兼职 回家晚了,又是一顿毒打 终于,女主买了自己的书包 妈妈看见了,却问她,你是不是出卖自己的身体了 是不是偷的 女主不肯说,母亲便拿刀威胁她 要与她同归于尽 女主最后冷漠地说,对,是偷的 母亲更加愤怒,失望,疯狂 拿着刀疯狂的挥舞中,划破了女儿的脸 女主终于成年独立 母亲却依然管束着她 虽然,女儿已经不会再顺从 对于成年的女儿,可怕的不是母亲依然想要管束着她 而是她已经明辨是非,已经知晓快乐与悲伤 回想起童年时才会更加的悲伤 却又无法不去回忆 仿佛是一个个挥之不去的梦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或快乐或悲伤的童年 不管你长得多少岁,童年的影响都会伴随着你 而父母则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孩子的快乐与忧伤,绝大部分都是父母给的 我们最终长大成人,为人父母 才明白了父母当年深沉的爱 我们歌颂父爱母爱时,其实也不该忘却孩子的爱 孩子们用她的年龄段所学到和掌握的方式 也在深深地爱着父母 女主曾经害怕地盼着母亲死去 当母亲真正离去时,女儿却嚎啕大哭 这便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不管我们之间发生了多少不愉快的事 我有多恨你,但最后我也爱你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